今年已經接近尾聲了 教育部體育署也趁機進行了年底總體檢 署長何卓菲就表示 全民人口運動人口的增加是今年最重要的事 對那麼展望明年2015年 體育署希望7月在南韓光州的世大運能夠拼出夾擊 一繩在手樂趣無窮 跳繩這個簡單的運動 為台灣民眾的運動習慣增添樂趣 也讓台灣學子在今年首度舉辦的國民體育日當天 用跳繩寫下金氏世界紀錄 這是體育署長何卓菲對2014年最滿意的一項政績 從全民運動出發 體育署期盼競技體育也能有好的成果 雖然今年台灣選手在亞運的成績不盡理想 面對2015年在爭搶2016里約奧運參賽權 和7月南韓光州的世界大學運動會之間 體育署要主動整合 避免雙頭馬車讓祖訓工作亂的手腳 因為明年大概奧運的一個資格賽 來做 此外從2015年1月1號開始 國家運動代表隊位於左營的根據地國訓中心 也將正式法人化 期盼更專業更有彈性的組織 讓國家代表隊在國際上帶回更多更好的成績 UNIEN TV 甘方捷徑自祥台北報導